花莲县政府113年度幸福花莲生活物资券 4月29号到5月2号 在全县13乡镇市发放 县长徐政卫第一天就先来到花莲最南区的 富里、卓西、玉里和任税等四个乡镇 花莲县政府113年度幸福花莲生活物资券 4月29号起到5月2号间 在全县13乡镇市发放 县长徐政卫第一天就先来到花莲的最南区 富里、卓西、玉里、瑞穗四个乡镇来发送 在地震之后 徐政卫百忙之中也特地前往南区发送 也在这一次发送的会场当中 说明目前花莲震灾的进度 也希望南区的民众也可以给予 北花莲加油打气 让花莲团结起来 县府提醒民众带已盖好四张的领取通知单 并且依照花莲县政府公告时间以及地点领取 当天无法领取者可以在领取日隔天起到6月15号至 到户籍所在的户政事务所领取 预期未领不予补罚 记者告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